还剩10秒钟 还剩5秒 潮 这回没选潮汐搭凤凰了 选了虚空假面搭 我第一版我还好奇 怎么没选虚空搭凤凰 第二版又虚空搭了 可以 Liqury这边是 碰过 碰过以后 碰过以后这个 长记性了 上次被OG的这个凤凰虚空暴打 今天 自己 深深地体验一下 用凤凰虚空 暴打别人的感觉 伐木机 好的Liqury三手抢伐木机了 防了一个电棍 Lance这边四手防了一个电棍 DP也是被小薛 SC好像没什么大改动 DSC也没什么大改动 想想其他英雄哪些改动 TP加强不用说了 然后九线也是一个 加强力度不小的这么一个英雄 还剩5秒 第三手 第三手 防了一个电棍 这保护中路对线吗 这个一般情况下 半电棍我觉得都会基于两个考虑 一个是希望中路对线 不要被压制的太强 太惨 那你这边可能是九仙 九仙过去打电棍 被局抽攻 确实是有压力 另一方面就是自己的大哥 是那种 短手大哥会被电棍克制的 小狗 小狗 然后手很短 被他抽攻 被他压制 这个大哥也很讨厌电棍 但是从目前看来 LAS好像是想保护九线的一个对线情况 这边这次点了一个VS加带则 一攻一守 其实是偏防守 你看这是一攻一守的这个辅助组合 其实是两个防守组合 第四手 绿坏 绿坏前面一盘 用防守组合 占到便宜了 这盘继续用防守组合 你还真别说 你把电棍办了 你也不见得就打得过防守组合 防守组合 这个版本的这个被动太有维神了 他这个被动回血 不是说这个版本 在上一次小改动的时候 就是加强的 只不过之前好像 一直到马尼拉为止 才有比较多队伍起用防守组合 那在这一次 来看一下 他这个防守组合 加强的一个数据啊 就仅一级啊 仅一级 两级说两级好了 现在中弹比较多是 负点的这块点 两级的时候 他额外一个生命恢复 额外的生命恢复是 这1.2 每一次叠甲1.2 就是他可以叠十层 就是说12点回血 他最多能叠十二层 12点的这个回血 然后将近 将近是 我看看几点的一个护甲 将近十 十点的一个护甲 所以说这种 这个 在这个 轻量的一个对抗当中 没有爆发型的对抗当中 这种回复能力就已经是 可以媲美泉水这种级别的回复了 所以 确实 这版本防击对抢很强 拍拍 四手要了 拍拍 拍拍也是 九仙不好处理的点 九仙你可以吹他 可以吹他 不拍拍拍啊 白老机这个辅助也是有两个防守型辅助 也还是能玩 反倒是六块这边防了一个这个小全球的先知跟优鬼的搭档 也行也行 我觉得 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防小黑的意愿更强 因为小黑 限制加倍S在中情期给压力太大 这个快速的 拔外塔 拿入山 控盾 不停的混这个血球 压迫你 这种打卡 我觉得压力会更大 大家试看有没有这个意愿 而且实际上自己前排有这个 九仙 作为一个屏障 然后后排有个辅助反手 我觉得小黑是可以玩的 但是不知道尔兰斯想玩什么 还剩十秒钟 绿克 绿克小一个 辅助 小一个辅助 小一个辅助 三个会虚空 先然后先织 双合 小黑 这个阵容打小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于五手 看怎么打 嗯 我记得有一句话说了很久了 就是小黑的这种阵容 对 团队的这个执行力要求是特别高的 就是 那种拔外塔 无论是在 这个时候 团P过程中 这就不用说了 这个小黑 还是蛮痴痴的操作 另外就是 他也在他们的这个 这个节奏交换当中 小黑这个点怎么发挥 怎么配合队友来拆这关键 打得好的话 小黑的这个物理输出 他的一个这个 他的一个这个 非常强势的 非常强势的这么一个沉默 对罚目击 都是有一个不错限制效果的 那 第五手 当了一个灭火魔女 小洛 罗大小黑我印象不是很深 说起来 OG 包括Liquid 他们几支管队 其实都是能打小黑的 包括1G Secret Secret可能少一点 1G多一点 我是觉得 就是小黑这种阵容 是检验一个队伍的 一个执行力 一个很好的一个标杆 很好的一个体系 去检验你的一个执行力 打出优续的情况下 在能打出优续的情况下 会有一个非常强力 恐怖的一个滚雪球的速度 这就是这个小黑体系的这么一个长处 阵容我觉得是不吃亏的 阵容不会亏太多 这好像没什么先手 没什么先手 就先跳踩是一个伪控 谈不上一个强力的先手 脚石棍 诶 这什么地图啊 好的 这边抱起来分人 1GM这边是一个带泽 不够先知 然后 罗大这边小黑 S4 S4这边 就先 好 这边 踢出去的KKE 上格道 坡上 好的 我们来看这场比赛 下面 Lun Control Lun Control 这边是一个 是一个虚空假面 Temple 这边是一个 拍拍 安飞铁 防部机 Porky 小鹿 Drax这边 凤凰 确实在 国外队一轮换血之后 Liquid跟OG EG 是接过这个 EG CQ 两个大魔王的棒子 在一波调整以后 两个大魔王 原先的魔王 所以说是变弱了 没找到化学反应 但是这两支新队的这个强度 丝毫不亚于这个 电风时期的这个 EG跟CQ 这对于 国外队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啊 那 也是希望中国队也可以有 更多像他们一样的这种 队伍可以站出来 能够站得出来 这样子 不然每次比赛到后面 就只能继续往运牛币 我这看的还是蛮新塞的 虽说我还挺喜欢牛币这个风格 但是 这样子看着还是稍微有点新塞 我更希望说 一个决赛打到后面 是吧 两到三支中国队 后面剩四五支五六支的时候 能有个两三支中国队 大家 这个可以是吧 把这个 篮子多放几 都分几个 鸡蛋都分几个篮子放 诶 有声音吗 哦 好了 我讲的话这边 九仙队防不接 我们讲的前面我们说 九仙其实也是近战当中对线 不错的这个英雄 你真的 九仙是 为数不多近战能打毒龙的这个重搜了 如果你仔细 如果你经常玩中单的话 所以说 这一组solo我还是很好奇 到底谁更强一点 下面压得住虚空吗 两个长手 应该是能压住 虚空的补给也充裕啊 虚空补给也是挺充裕的 上面凤凰 可以可以 上面这边是一个212 嗯 小 YS4加薰芸芝打住上车 怪怪的 这个上车怪怪的 欺负他还手短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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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什么怪 我的我的 露一血了 小鹿游过来 网住 地板一踩 跟着 哎 敲了个102点血 怎么回事啊 我给你一下敲102点血啊 敲了个被动晕吗 敲了个被动晕出来了 伤害好高啊 拜拜 拜拜 上面跟这个YS纠缠 这里我是觉得YS在这个位置上路 不三不四 不伦不类 这个分路啊 这个位置YS我觉得他应该是走动起来 走动起来 这个你可以 你可以试着帮下路打一个3打2 因为小鹿在这个下路 加上虚空 对这个小 这个小黑 太强的一个骚扰能力了 太烦了 这个小鹿 刚才杀了个人 这个YS必须动起来 来了 先游一波钟 飞 诶 能抄吗 诶这个锤子 锤 留住了 地板 诶没有吗 地板在CD 锤过了 花花飞越地形走 被塔砸死吗 诶 既然被塔砸死了 可以啊 这里 前面地板是刚才过 反正九仙水就能拿到这个人头的 可惜了 可惜了 这中路真的有点对不过 轮盘 轮盘打力量型英雄的时候 这个效果是特别给力啊 还会缺属性啊 缺一个缺属性的一个效果在 所以力量型对抗啊 伐木机 每个技能都很占便宜啊 我们来看一下中路 应该是偏军事一点啊 17-2 伐木机16-3 目前来说军事 两个都是近战对线的好手 所以谁也没占着对方便宜 VS这边确实是走动起来了 KK应该是意识到了 他在这上司呆着没什么价值 没有帮团队做到什么事情 这样子的话 他走动起来 我觉得你真的是没地方去 你来下面 好好的把这个小黑保住 这个防一下这个小路骚扰 都也还可以 KK也还是要去上 来上路能不能杀这个牌牌 诶 什么鬼啊 怎么被单杀了 轮盘蹭了一下 再刮一下死了 再刮一下死了 我都没看懂 S4 两盘中路的solo被单杀 这 一盘比赛 我忘了他打什么打女王是吧 也是被这个轮盘转死啊 小环九仙也没转死啊 我刚还说这两个solo是军事呢 这 他普刀确实是军事 就这边 耗着耗着被防姆机耗死了 防姆机6级 防姆机6级 S4不应该啊 这 这 拿不到hug 怎么感觉就不会完呢 落地又是个一顿血啊 防姆机 都要帮忙扣运一个恢复神佛 这佛酸爽 这佛真是酸爽 先知这边我看看 先知也没什么好的突破可 这实际上下路两个人可以压制虚空 但是没法把他杀掉 没法把他杀掉 所以这个先知飞下路的机会也没有 所以下路两个人手挺长 但是完全杀不了这个虚空假军 这是什么尴尬 这个局面想要打破这个将军 一定要为s动啊 男子往中的话 s4血线一万年不满的 好了现在这防姆机有6 三分钟就把你这个血线压下去啊 哎 不然是这边走过来做死 可以这个赶走过来 哎 我去闹吧兄弟 给轮盘网住 这这 这什么鬼啊 为什么这里赶走过来 有小路有防姆机在这脸上晃 s4这边也是被轮盘蹭 很危险 有人变身不过没给 我有一点看不懂 akke在干嘛 谁能告诉我刚才为s在干嘛 走过来送啊 一定会死啊 刚才位置走过来一定会死啊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走过来 他迎着兵线就走过来了 他其实想从后面过来 他绕一下过来应该是没什么事情的 迎着兵线走过来 s4又被浩团才学 变身了 但是 你得磕了个隐身 哎呦 这个变身只是用来保命啊 下面虚空还把这个 小黑杀掉了 嘲讽 虚空为什么 虚空单杀小黑吗 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懂啊 怎么各个都莫名其妙击杀啊 熊走啊 这边不纠缠啊 反正走 狂 吃 吃处没吃处吗 踢 踢走了吗 真踢走了 打不断 vs旁边又被杀 哎 什么呀 我旁边也在打 旁边跟vs走路 又撞到这边的伐木街 弄鬼啊 哎 这崩盘开啊 那是这崩盘开啊 这直接是被打崩了 怎么回事 这莫名其妙要死啊 莫名其妙要崩啊 这个你一定要我挑点策 我找点毛病的话 我是不如水手 首先我不知道为什么vs要再上路 这个阵容212分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没有任何意义的 你这样子 你哪怕你挂一个vs在场里面吃惊烟 然后你先去打野 我都觉得这样分路也还可以接受 是吧 资源 资源最大化 资源最大化 或者说你vs你往这个下路游 当这个下路3打2 因为下路2打2是太吃力 压不住这个虚空加小路 也可以 两种画面他都没有做 他往中路游 能往中路游 把自己游死 没游出什么东西来 还把自己游死 哎 罗达在下面又被干 沉默还不能保命 反手的辅助也没在旁边 呦 轻易的就去杀了 这边全队梦遥 真是全队梦遥 灵魁这边好像随随便便就可以杀掉人 是个错觉啊 真的 好像我看灵魁这边的配合很简单 杀人只要一两个人配合一下 这技能到位就杀了 这个崩盘开 小黑的阵容这种开局太崩了 小黑这种阵容前期是要优势的 但是 小安斯打得有点迷啊 打得有点迷 然后因为队友没有节奏 所以也根本没有什么先知飞这种事情 队友哪里能杀个人他参考出公共这种事情 根本没有 这剧你也没有看到什么先知飞 这种东西 下台被拿了以后 反而上台被消耗了 反而是 中塔被拿掉 反而是 LMS掉塔掉的更快 这都还没有虚空跟凤凰打正面配合啊 这就是打打向上 就被一个小鹿给骚成这样了 这时候小鹿点的还是不错的 你优势鹿不够强的时候 你就一定能考虑到对方会出小鹿 这时候你怎么办 这种对 对这个优势鹿扫扰能力非常强劲的阵营辅助 你处理不了 这就是对线崩啊 对线崩 实际上并不是说 LMS处理不了这个小鹿 LMS自己的分路也有问题 自己的分路跟打法都有问题 也没有节奏 是吧 VS这个辅助是有 前期是有一定游走能力的 也没有打出游走 太尴尬了 这个 九仙在中路借自己六级打招 配合VS一个好一个锤 是有机会击杀反目击的 但是这前期也没有看到过 下落 照了以后给激光 诶 没死吗 还真没死 凤凰激光被削弱就是为了这个 就是这点意义啊 保护一下VS 这三个人还不走 胆子多大 没蛋的凤凰 几个人在这个二塔位就这么晃 尤达的这个 尤达的这个熊帽九仙就看不见一样 就这么好像很虚啊 九仙有达 但是也没法开团 也没有跳 所以 蓝色现在 这种 点完以后 这阵容我觉得还是可以打的 虽然说也是有个缺陷 但也还是能打的 不至于列成这个样子 四场酒会 这边飞过去干嘛 这排排都还没出山啊 这排排都还没出山 这队友表示这局好像已经快结束了 诶诶 杀了现实吗 可以可以可以 先知 先知载到后面抄了个现实 也是六 诶我说他前面飞过来干嘛 抄现实 也确已经被对面霸占了 也确有这个小鹿在 打不过小鹿 也确实被霸占了 那现在 怎么耐心的等这个嘴仙 把自己跳刀放不出来啊 嘴仙实现实是找事 上面根本没人 拍拍在打肉山 啊 这血亏啊 这个节奏 上面蹲了半天 发现没有人 好像意识到在打肉山了 那这赶过去已经打完了 诶呦 这节奏血亏啊 牛山被拿 野区又被霸占了 我为什么要说又 野区又被霸占了 这飞脸给激光 诶过分不过分 这凤凰飞脸上给激光 踢 直接踢 上面 九仙 好的 配合YS杀了一个 三打一 能不能杀掉这边的这个虚空假面 虚空假面也死 可以啊 YS YS先知 站上九仙的这个位置 总算是找到突破口啊 干了一防部机以后 虚空跳上来 送了 虚空 虚空这手可以 前三名的竞技 全部是旅客的人 这对线就对 对成这个样子 九仙跳 好了 艾兰斯 场上为数不对的机会 把这个场面要回来啊 维尔的九仙跳刀 现在找 找节奏 大招还有四十几秒 那这时候 我建议 艾兰斯 借这个时间 把这个下路稍微做点视野 你下路不做视野 你永远不敢过去 你不知道小路在 还是这种拍拍在 这几个点都很危险 包括虚空假面凤凰这个二人的这种小配合 也是 也是有特别有杀伤力啊 都是这个随时有叫杀能力的 我点了一个很深的防守眼 这个人点往这边点会好一点 往这边点会好一点 往这边点会好一点 不敢过来 所以 艾兰斯也是清楚自己野区也就是有人的 所以不敢过去 这样不好 这样等于你就是让开 这个野区就是让了 你承认了野区被压制的这个事实 这时候怎么做这个事 这时候开悟过来 开悟过来 试着抓一下下路的人 抓不到把这个眼插上 抓到最好 把人杀了 把这个眼再插上 这样子能护住自己的野区 你这个眼插到这边 就等于说我认怂了 野区右边给你了 是吧 我就不过去了 是吧 确实有人 还真有人 你别说 真有人 所以这边的这个作点错略 明显是就 这个眼位插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已经认怂了 就是认怂了 这里肯定是要开悟 往下面抓 你别管抓得着 抓不着 你肯定想往那边抓过去 没有人 最好把人赶走 然后你把眼插上 这样子的话 你自己在野区 活动范围也会大一些 你看看 弱大给你去 你只能打对两左眼 这什么感觉啊 好憋屈啊 好憋屈 然后 你们有 这块距离的视野 小黑他在这个位置的打下补刀 也不是心安 也不敢心安 他在这个位置不打刀 也不心安 而且很尴尬的是 这波兵 一旦被送出去 小黑就不敢出去补 是不是这样子 你自己的一个活动范围 四五个人的活动范围 被压缩在这么小块野区 这么小块区域里面 哪里有资源啊 饿死 这牌要被饿死了 正前期是烈 但我觉得线上崩 也没有崩到那个地步 那如果中期自己认怂了 那你九仙开悟 九仙跟都有开悟开出去 你不开这么挂机就死了 这个局就没有活路了 好像不敢 有屋吗 没有屋啊 有一个 VS身上有 没看 这谁也看到人了 这谁也看到了 敢不敢抓过去啊 人是 对面人少的 一个虚空一个防剂在上面 这野区下面不敢抓过去 好虚啊 好虚啊 烂死 这不是一个 应该能打小黑阵容的这么一个态度啊 烂死两盘其实都很虚 第一盘 他中间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他中间只要抓人 他基本都抓到了 只是在自己前面不抓而已 他只要抓他就抓到了 好了 你不抓人 人抓你 排排 过来起脸 包藏贴 持续性伤害 没有了 没有 你不抓对面 对面就过来抓你 就这么简单 是吧 一味的防守 是不能解决这个被动局面的 但是这边打的好塞啊 打的好心塞 训练里面藏个小黑 哎 他们就过来了 轮盘 没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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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打起来 正面打起来 语可以啊 少人 正面总算是 杀了一个小鹿 打是打起来了 可是只杀了个小鹿 这是能把 杀个主力 把拍拍留下 就好了 这杀了个小鹿 而且9000还把打打开了 那问题又来了 你这波中塔敢不敢A 本来借9000这个大 就跟中塔 应该是要A对吧 A塔的这个 安慈这种A塔能力 是不用怀疑啊 你只要放开了A 大概三五秒钟 就能把这个塔打残了 天然中塔让人消了 可是没有9000大 他们现在又不敢A 又只能回去发育 这样子滚不起就是水仇啊 你活动空间比对面小 你抱疼抱到紧 凭什么 你的经济可以比对面好 这么一个逻辑 是吧 你要是能把这个 把视野不好 你在野区可以完完全全 吸收自己野区经济 也可以 你看看自己野区经济现在 全部是Liquid 是成员在吸收啊 天徽中塔要赶紧 经济 经济 经济要崩了 这经济真的是完全要崩掉了 16分钟5000经济 只有先知现在排到了第三 其他人都是在后端 这个后 后职位啊 这个经济 非常糟糕 虚空为了赶这口奶 连蹦带跳过去赶一口奶 MVS隐形了 太隐形了 这个版本 最近几个版本的这个游戏 节奏至上 这是我 我为什么喜欢牛逼 牛逼这对就是 牛逼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风格就是 在你觉得我不应该打的时候 我就敢打 我就来打了 我就打了 对吧 雪绿 你要是一直缩着不打 这个局 你也不是说有这种 什么幽鬼大那家 这个人仅仅是小黑加先知啊 这两个英雄 并不是说四五四五十分钟 刷到一定经济 这个局就翻了 他们是也是要局面的 三人物 可以这个往下开 可以可以 小黑在A这个线 对我往下侧应 这个 这波倒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 兵线太长 这离塔还有点远 人杀吗 虚空撞握 看反应 地板 跳 锤给中了 后续 虚空直接罩住 哎 Main Control这边非常理智 有没有队友 先敲 敲了几下 法木机过来 甩轮盘 后排的人被轮盘刮得很伤 虚空假面 先嚼掉 后续小肉 开着加血 被框住 法木机 给轮盘把树开掉 小肉往回走 小肉被点死 后面有没有 能不能把法木机收了 就现在等这个法木机下来 好像虚了 不敢打了 往回走 EGM 直接是伯藏梯 地板流了 好的 EGM这边走不掉 你看小木 走了啊 直接啊 拍拍都没过来 直接跑了 好虚啊 Lens这边好虚 虚空已经没大了 这凤凰来也就是一个蛋的事情啊 跑了 直接 Lens真的好虚啊 Lens也觉得 Lens的一个 Lens的想法 是觉得我自己也没什么技能了 我决限大也开过了 差不多了 走了 怎么会是这样 刚刚这个位置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位置 城市集火 杀一下这个落地的防木机 决限一个锤 YS再一个锤 然后你这个阵容输出 几下就可以把防木机点死啊 但是他们跑了 结果你一跑 还把队友留了 这刚才是人多打人少的时候跑掉 他怕是怕拍拍过来 怕拍拍收割 我还是不理解这边为什么跑啊 但不管怎么说下路还是杀掉了 这个寻空假面啊 寻空假面 我没感受第一时间 我觉得还是非常机智的 他一味的跑 他是肯定死的 他在这边第一时间反抗 Lekko如果这个位置支援快一点 如果有人往这边包 第一时间支援过来 Lekko我觉得下路应该是成功反打的 可惜 好像第一时间来的人 有点少 要路过来了 这个防木机跟凤凰要是第一时间什么到位 要不然这个团 Lekko可能直接就爆炸啊 直接就爆炸 打团确实 Lekko解决不了这个寻空跟凤凰的这个配合 就这么一手配合你解决不了 隐身 300块钱 咚咚咚咚 往前追 拍拍不追了 怎么跑这么快刚才 好推推啊 推推啊 推推没注意 这种推推 极致极致 带线 好的 拼带线 拼带线拆塔 Lekko好像有点虚 Lekko不想让小黑摸塔 小黑这边摸塔太快了 嗯 嗯 诶 空空大 没溜到限制 没溜到限制 下面的人也还没走 啥叶 后面全是人 追兵 九仙踩 分身分出来了吗 换了一下 九仙强性分出来 傻拍拍这拍拍可以杀 最后一丝血 拍他死了 但是小黑好像也要跪 小黑也要跪 旁边这边认同交换 残局这边是一个二打二 KK被这虚空猛敲 敲死了活活 小树 小树人把队友给卡死了 小树人不够把队友卡死了 小树人不够把队友卡死了 小树人出来以后也被干掉 蓝萨鲁被抓了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虚空回去放了个空大 蓝萨下面很放心 拆得很开心 这眼一插上瞬间傻眼 有人包过来 包过来完全打不过 拍拍没开出弹 这一局拍拍没开出弹 这拍拍开出弹 这拍拍开出弹啊 下路拉斯应该又是团命啊 拍拍没开出弹 所以第一时间是跟小黑换了 但残局还是打不过 拍拍剩下几个队友 这一盘 基本已经飞了 主要就是小黑的这个阵容 前前没优势 这口气挺大的 小黑的这种阵容 抓住 反正都是先知一直有想法 哎 他们修空假面 调了他以后想走 给激光再加血 哦 凤凰自己可以撤了 哎没有飞 好的 辅助 一条面 辅助一条面 修空还在跳 哦 是滑步把人带走了 难怪没人过来 他要在打盾啊 他要在打盾 虮空跟凤凰 强行是吸引的一波注意点 凤凰点金手经验出 假眼 十几等级还可以 辅助这等级还可以 你看看辅助的这个经级啊 VS加带着两个人 三千两千九 三千三千六千 两个人合一起六千经级 小路 小路这边 五千七 配上凤凰 四千 九千七 将近一万 辅助这边领先了一大截的这些经级啊 源头并没有插开很多 九对十 但是自己也许被对面这么弹住 打的确实憋屈啊 打到这会儿他才开始在野区 凤凰不演 真眼假眼 踩 脖子 能杀拍拍吗 拍拍摄像带盾的 堵奶一口 后续 筐 换回来 守着尸 这尸 好像可以尝试守一下 不过拍拍队又再赶过来了 跳了一下 这个走了 虚空过来留人 留住两个 糟糕 轮盘 这伤害直接爆炸 罚目机过去捏小黑 小黑没法输车 剩下队友完全是打不过 那边已经成功变弹 这个位置 老大能不能走走掉就可以了 好像没机会 哎 虚空应该还会往上怼 再跳 有人买 带走买 强行保老大 这边加了一口 给搏葬 老大这边已经被打成死血 走了走了走了 他们自己也是赶紧撤 哎 队友辅助队友是买国过来救这个小黑啊 不满还真死了 这几个人 这高地直接怼上来了 外面二塔没拆呢 哎 这一波状态 直接怼到高地上来了 真是惨 这要不是有几根 一大波外塔建筑拦着 我感觉雷克这边 分分钟要冲拳了 哎 他们就进去了 见面是把老大这半观学打掉 有个飓风场景 感觉没什么乱用啊 你走了 点 哎呦 点的还是挺疼的 小黑这位置配合 外色光环输出是不成问题 但是输出环境啊 锤 后续 小黑 点 小黑刚开了飓风场景 但只点了好像一两下 我们留住人地板 杀一个凤凰 往外追击 阿兰斯这边想多收割点东西啊 兵剑 这一剑 我天 一剑 372点选 一剑 372点选 可以可以 可是这时候打到这个 打到这个份上才有这种团战 我感觉是不是有点维持意外 我打了以后也没有肉杉 太尴尬 这类打了以后能顺其肉杉也行 拆箭桌 快速的扑出外塔 乱斯 借机 地板 小黑 诶 这是YS 换过来 锤柱 好的 收了一个 收了一个 大哥 旁边还留了伐木机 伐木机 开手赶紧走 呦 这边开始车轮送了 离窥这个位置 赶快溜 赶快溜 离窥优势很大 但是禁不住这个车轮送 别闹 别闹 这边外塔还没掉呢 还好这边刚才拍拍把肉杉盾拿了 不然这边就是连盾带塔去一起掉 其实也做了个飓风场景 对了 飓风场景在这个版本当中是被加强的一个道具 而且效果非常非常给力 以前就是把两边推开 增加一个这个 增加一个攻击距离 但是现在还增加了一个 增加了一个这个 攻击速度 攻击速度 就是 你对这个 被推开的人 你A他的时候 你攻击速度会提高很多 说 直白一点就是爆发 给了圆满 更好的一个这个 出巨风场景的理由 我 0.87 0.87 小黑普罗巴双刀 12对12 刚才车轮送一把 让Lance追回了一点 经济 本来经济破案了 但是Lance打回了一个小3000 刚才这波 3000加的一个经济 被打回去了 雷克场面呦 但是还是不能大意 这个 CMG加小黑这边 这帮人拆塔太猛了 你就输一个团 就分分钟两三根外挂 被对面拔掉了 诶 博葬踢吧 再不都走不了了 赶紧博葬踢 虚空 敲被动约没敲出来 雪不得叫大招 雪不得杀一个 小辅助啊 叫大 诶 小黑这边打下了 夜年上爬 要扁奴的了 小黑这飓风场际 保自己命到效果的 好像不错 虚空也做了个分身 诶 小黑还在被拍拍追 这 激光 一直在烧 能打吗 这好像有打的样子 先去飞过来 抄这个凤华 没抄到人 没了 镜子 还有甜甜 下面这边接大约 黑魁五人 是抱团抱到一起啊 熊那边做了个分身 可以 可以 分身骑这个小黑脸的时候 倒是比较给恋爱 解一解什么九仙的这个 九仙是醉云烟雾的这个状态 都还可以 都还可以 好的 这时候比赛陷入一个僵局 但是Liquid好像正面上了 诶 抓过来 往上抓 越塔了 诶 虚空直接进去 找到先知了 先知推自己 虚空给不给大 虚空没给大 大哲宜恻不都给大 但是上面的队友好像还在 708落的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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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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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被动晕 kke 这就敲了一下就被动晕了 就敲了一下 下面好像也有人被留 1GM被留 1GM还没有踢这一次 拍拍 怼在脸上 原来是困不成军 左被抓了以后又被抓 对面抓来抓去 信使还被杀 凶不假面招打招 强行敲这边的这个先知 还有小路跟凤凰在旁边 帮补伤害 这个先知也死 车轮死 本来是归错错了半天 被这边轻易地抓掉 车轮死 这个中路一下子就破掉了 踩 小黑上去点 虚空假面被点死 就两个人 四五个人就开成团了 点小路 我们再给点伤害小黑 我这点的还可以 虚空长直接吹了一下 后面有没有 沉没 冰箭黏住 黏住了 这个位置拍拍好像也是撑不住 两个人就把对面几个人击退了 对对对 他们队有陆续复活 赶过来参战 就先一踩 小黑只要在有这个输出环境 在这个后面 这大炮台点这边 残血虚空点的太酸爽了 而且路还没有破 这真的是 Lance你这正面 正面团不知道怎么打 就在被捶到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们被逼无奈的时候 他们才能爆发出这个小宇宙 两次反驳都是这样吧 这高地在被捶 然后他们反抗 然后把对面打回去了 但是你要让Lance主动A过去 我觉得他现在可能不太清楚怎么打 热眼中他 梗屁朝梁见太阳 热眼下塔让人消了 我看到了 热眼已经强化 热眼没刷 热眼得带他下路线 热眼下塔让人消了 热眼下塔让人消了 我看到了热眼已经强化 热眼没刷 热眼得带他下路线 小学后面要补A杖吗 小学后想补一个想补一个A杖 因为自己输出环境非常好 小学这身装备的输出环境其实还是挺好的 射程很远 最大话自己的DM4 帕姆级领先这个先知5000经济 虽说帕姆级经济一技绝成 但是先知跟小黑都是比拍拍多一点 所以说Lunce要是耐心一点 这个局还真不是说完全不能翻 而且字箭没有破络 看Lunce能不能找到这个翻盘点 就先补一个强席 团队这个护甲也是比较高 技品强席 VS一个好 VS一个好 所以Lunce这个是耐心一点 抓到一个能打先手团的地方 小黑叔叔叔点几件 这团真的不是说不能翻 还真是有机会 真的有机会 抓这个肉身 看这个肉身 抓怎么样 胜败可能就在此一举了 发不及杨刀好了 雷达还扫到人了 雷达扫到这个位置了 看这部肉身怎么往里抓 里面还没有刷 哎 九仙直接进去跳踩 分身硬开团 当心人被推走了 哎 这九仙大白开了 全跑了 剩下的人 九仙这个开打不是很有必要吧 将军就看到一块块 两把大就开了 也没有说再打 这 马上是取代线 代线上面还被这边伐木机抓 有扬刀的 扬住 这次飞被打断 甚至很危险 甚至 能不能再飞 现在好像没有位置 被伐木机给碾死了 换一下 什么能不能操作这边伐木机 你自己还躲了个锤 跳楼躲了个锤 九仙才 机会机会 上面能不能杀 小黑不在输出没有 小黑不在没有输出 可惜啊 甚至差点 差点被杀 虚空 从后面抄出来 来了三个人 但是能不能杀死人 伐木机 抓住 断了一下 小黑不在吗 人怎么还没来 先知 飞到脸上往回退 小黑从侧翼切入战场 点这个伐木机 这还可以 站住点 小黑在猛鹿这边还飞铁 好的 后续 有没有 后续还有没有 往回拉扯一下战位 往回拉扯一下 这边能够到山上来去啊 早点来 我觉得这个位置早就可以反杀了 这队友在这边操作了半天啊 消耗了半天 小黑一来以后 这伐木机就遭不住了 你别看下 伐木机这个身装备 他说是有吸瓦的 被小黑点起来 一节一节掉 这个血 生疼 真的是被小黑点的 生疼 这一招 好像快好了 是不是已经好了 钱已经够了 但小黑没满 留钱满 留钱满活了 可以 小黑后面 后面是不是补什么法球 跟自己这边A仗搭配一下 我建议还是建议雷锤 真的 建议的 我个人还是建议雷锤 但是 但是不知道 落到会不会出 而且 经济会不会允许他出 这个道具 我看他样子 好像他想走吸血 有VS光环的时候 这面板上还分分钟过四百 414 再加上这个这么大的护甲 插油 小黑默认是非常疼的 还不满 小黑这个道具还不满 A仗 跟了 我在这边总算跟了A仗 他招到输出 进步得到提升 进步得到提升 而且这个 有了一张以后 这个代谢也是变得会非常扯淡 有了这边的代谢能力也会变得非常扯 下面打麻 仰了一下扑口 没问题 没问题 里面现在陷入一个僵局 场面上虽然A仗是正面不敢打 但是他这个阵容 如果是能抓住机会 他的这个输出会非常可观 只要能出现机会 并且抓住 A仗这边这个局还是有翻的可能性 还是有翻的可能性 看能怎么创造机会 但是你一旦说被什么虚空照三个 虚空照四个 这个团多半是黑脸 打到这个分身确实就开吞太难开了 A仗没法打先手 九仙跳踩现在在这种36分钟局里面 已经不具备什么威胁了 不是很怕你九仙 你跳踩你就跳踩 你这边看着打 他踩完以后你队友要跟进 我虚空就反手打 你不跟进 我把你这个九仙撕死 把你这个三个分身九仙撕死 哇他又是2600 现在这个范木效率是比较高 范木的效率确实是真的高 可是 队友打不到钱 小黑倒是不是问题的 冰箱送到塔前 我自己就收了 但是 像是VS带泽 装备很难跟 推推寻找 VS挤了一个 挤了一个这个 以太致敬出来 大约以后三千二 立刻也需要一个上高地的奇迹 场面虽然优的 但是不能破路 一直不能破路 虚空两边不是强鞋 三号位这边把这个护甲插额拉平 技平加强鞋 两边都是 三号位标准的护甲流 怎么走 出事了 险队带现在这回又被防鞋抓 有羊刀也还不能贴 跑又不可能跑得掉 再抓朔 险队被抓了 险队队友探出头 也没有探到 也没有找到人 这个随便队队探出去抓人 这个动作是对的 但是 Liquid这个防 反反一省 到位啊 上面在抓的时候 下面几个队队往回缩一下 往回收一点 跳过来 奔着这边 老大冲过来 但是没上到 就先踩 想反差这边的一个拍拍 有机会 拍拍往树里面藏 小黑先沉默 一剑两剑三剑减死 小白跟起来瞬间就没了 这能追吗 这里 旁边 想追这边的虚空 虚空不好追啊 吹风 这个队友过来掩护 掩护虚空不想放弃 虚空有大的 兄弟 小心点 虚空这边 大出一个AKKE AKKE很危险 老大站在坡上 点弹 把弹点爆了 后续残局 点这边的虚空假面 虚空假面 还是比较耐 打 剩下队友全躺光了 老大输出还行 但是没有队友啊 现在 老大这边有队友满活 九线赶紧出来帮忙 老大被追到全水 虚空一步一个被动 老大还是回不了全水 满 赶紧满 小以后 给兵剑 打虚空不怎么掉血 虚空非常耐揍 但是旁边建设的小鹿 差点被建设死了 老大站住了 没有小黑光环 没有YS的光环 站住平A 好的 这样子点了一下 飓风长级 不过 这个虚空刚刚 磕了个奶酪吗 磕了个奶酪 活了 咱们几把奶酪给他了 死血虚空跑出来 这个团扯了半天 没有活路 召唤了一波人头 然后逼了两个满活 逼了小黑一个 九仙一个 那还是转 雷克还是转 说出代价 仅仅是一个凤凰一条命 一个奶酪 对吧 一个奶酪 还有一个 肉身盾 我刚刚没注意 在谁呢 就是说 代价非常小 一队满活逼出来 满活的九仙死 这下这个高低 真的是难守了 虽说都没大 但是你少一个九仙 没能往上站 中路远程被拆了 上路有个防击在担待 把人赶走 小黑赶紧过去防守 想上路 小黑雷锤也做好了 看你是换上雷锤 排排大鱼 仙芝换了一下 凤凰飞过来变弹 小黑这里摸弹 但是虚空假面 完美地接了一个结界 这样的话 南斯应该是命不久矣 这个结界接得漂亮 双打齐了 南斯没法反抗 完全没法反抗 这就是图全了 图全了 FAT不停在超选 不停在超选 好的这样的话 这盘比赛应该是到此为止了 恭喜 恭喜Liquai拿下这个第二盘 2比0干脆的带走了 南斯 南斯打的太虚了 这种打的虚 然后前期打的迷 这就是我们在打的后期 我们看到这种玩 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后劲的 结果Liquai没打出来 很可惜 我的战斗好恭喜Liquai 感谢Liquai 感谢收看视频的小伙伴们 后续的话 应该是会更新 后续的话会更新Liquai跟OG的战斗 还是一二三万 希望大家周一的时候 可以可以特特特关注一下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两支队伍 感谢小伙伴们 咱们周一见 拜拜